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2018集 谁给的饭钱呀 都是游历掏的钱呢 要不怎么老板都需要一个得力秘书呀 老板顾及不到的事就是秘书查漏补缺 也没吃什么大餐 都是点小钱 小油不动声色的就把账结了 就这样 那群被杜照鸡定义为看起来就很穷的建筑从业者们 还很不好意思 哎 不是来看看能不能帮忙的吗 怎么还吃上饭了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夏小兰明显是从那种魔症的状态里清醒了 也不知他这清醒是不是短时间的 有人赶紧抓住机会问他 有想法了吗 灵感这种事不着急 没有就继续再转转 夏小兰不认识说话的男同志 这些天 他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 并不是全然无知觉 是知道的 就是不走心 隔着一层纱看电影一般 这是玉南省设计院的同志吧 夏小兰笑着点头 嗯 有点想法了 我要再整理一下 真好啊 都有想法了 既觉得快 又似乎有点理所当然 夏小兰对商都真的不陌生 虽然他上辈子不是商都人 但从到省城卖衣服开始 摆地摊就是商都城里到处乱窜嘛 不打游击不行的 会有人抓呀 他只是更沉浸 和这座城市联系的更亲密 不着急 想法有了 怎么整理捏合 他还需要再想想 弗兰克怅然若失 继续吃吃喝喝多好啊 夏小兰不磨正了 他步履轻松回到住处 余奶奶家就是他的大本营 被他当成了在商都的工作室 自从余奶奶和徐仲义父子相认后 房子再也没出租给别人 徐仲义让人整修了一下 格局变动不是特别大 但住起来却更现代舒适 至于弗兰克那些人 只能打发去住招待所了 夏小兰摩着 带着一群人在商都胡乱闲逛 夏红侠等得发慌 夏红侠急呀 虽然把小饭馆暂时交给他父母打理 还用每天赚的钱归他们这个办法 吊着两头懒驴 但他仍然会担心 那是他辛辛苦苦做起来的生意 可不能这么谎掉 由于口岸独特 夏红侠倒不怕味道有几天不咋好 会对生意有大影响 他怕王金贵和夏红兵不靠谱 把吃饭的人给毒翻了几个 那才是影响恶劣呀 好不容易能和夏小兰联系上了 夏红侠急哄哄地把事情说一通 他让我们去接夏俊宝 我能去接 不行不行 夏紫玉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对人好 一下给了两万 他肯定要坑死我 看吧 自己说的没错 夏红侠变聪明了 社会教人成长嘛 这也不奇怪 在一个落后的农村 夏红侠的信息接收 就是村里一群长蛇妇 张家长 李家短的 内容全是废话 离开农村 夏红侠一路也算磕磕绊绊 人不能总是再倒霉 吃的亏不少 多少有进步 到了人民桥小商品市场开饭馆 每天接触的又是各种小生意人 夏红侠估计没少受这些人影响 看似脾气暴躁 却有小生意人的算盘 这不 在试探夏小兰呢 夏小兰忍不住发笑 该接就接 钱你也拿着 现在你紫玉姐发大财了 她的钱来得轻松 随手给你几万 也就是她买包买衣服的钱 但对你来说可就不一样了 它减少了你积累原始资本的时间啊 夏红侠是不是做生意的料呢 夏小兰不能完全断定对方的前程 小本生意嘛 除了要能吃苦 赚到前后咋进行下一步 也很有关系 同样是80年代开始当个体户 有的人是赚了钱就扩大生意规模 或者懵懵懂懂的 置办些房子铺面 身家慢慢就越来越厚 可能一直都和大生意大老板无缘 却也家底殷实吃穿不愁 有的人是赚了大钱 人就开始飘 手太散 钱也慢慢花掉 遇到的傻坎就一蹶不振 从现在看来 夏红侠至少是个能做小生意的 夏小兰不会比着夏紫玉那样 夏紫玉给两万 她就给三万 一定要用钱把夏红侠拉拢过来 帮夏紫玉把夏俊宝接到旁城 或者送去港岛 都不算做坏事 大人的恩怨和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 有啥关系啊 夏俊宝你可以接走 也能照顾 这不是在做坏事 但是夏紫玉是什么人 你要心里有数 他给你的每一笔钱 都会要求回报 他现在不叫你干坏事 等他叫你干坏事的时候 你能不能拒绝 你要把自己的底线画好 啥事能替他办 啥事不能办 如果觉得自己能守住底线 你就能和他来往 夏红侠吃惊极了 他还以为夏小兰会叫他当特务 没想到夏小兰居然认真在和他分析利弊 你不怕他叫我 不怕夏紫玉叫他做坏事吗 他自己都怕死了 有个屁底线呢 现在给他两万 他既觉得烫手 却也照样想要这钱 要不他试探夏小兰干啥呀 他想要夏小兰替他做决定 可夏小兰的意思 他是自由的 可以自己做决定 那啥才是底线呢 夏红侠自己糊涂了 夏小兰也不催他 让他慢慢想 夏小兰是不会用钱 拉拢夏红侠的 夏红侠能起什么决定性作用呢 和夏紫玉的对决 根本不在夏红侠身上 但这两次 夏红侠都表现出 要靠拢他的态度 如果夏红侠不是两面三刀地对付他 夏小兰不能给对方钱 却会给对方指点下方向 不能小乔指点方向的事 和比尔盖茨 巴菲特等人吃顿饭 都能排出天价呢 有人愿意花那么多钱 和大佬吃顿饭 并不是指望一顿饭 就和大佬扯上关系 是一顿饭的功夫 能从大佬说的话里 去提炼自己想要的 夏小兰和这些大佬还差得远 对夏红侠来说 却比这些大佬还有用 让比尔盖茨去说开个小饭馆后 如何继续扩张 盖茨都要愣一愣 人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生意 好不好 夏红侠还有很多想不明白的事 但也有一件事能确定 夏小兰同意她去接管夏俊宝 夏小兰好像不在乎这些事 夏小兰对夏紫侣的态度也变了 明明上次夏紫侣让人打听刘芬 夏小兰是比较生气的 为啥呢 夏红侠当然想不明白 夏小兰态度的改变 是因为知道了夏紫侣也是重生者 对手的底牌被夏小兰知道了 夏紫侣很多奇怪的动作都有了解释 夏红侠终于敢照着地址 去接夏俊宝 地址都是好不容易问来的 樊宇生怕夏红侠一家来占便宜 一副要和夏红侠一家断联的姿态 切派的能逮换 一副要和夏红侠一家装 一副要和夏红侠一家